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不仅学了连高中都没有怎么涉及的生物 还学了音乐欣赏 而且这两门课我的成绩都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对于兴趣爱好广泛的同学来说 来美国读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之后 你就可以打造自己的学业体系 而且呢 这一点对于拓展视野 甚至塑造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 由于我就读的是女校 所以我也想说说自己读女校的感受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我们在择校的时候 可以不妨将眼光放向女子大学 我们知道在中国女校还比较少 美国的女校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可以说女校是美国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那么我觉得在女校中 由于我们接受老师和辅导员全心全意的呵护和照顾 所以呢 就是说自己锻炼和成长的机会很多 那么由于女校的规模一般比较小 我们师生之间的交流机会也很多 那么教授会非常细心耐心的回答你的问题 全心全意的帮助你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在学业上 对于我们生活上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